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日总结的环节 我身边嘉宾请来有Rafi Rafi,你好 先跟大家跟进中港两地市的表现 看到内地市,今天表现都不错 上证指数能够收升12点,收报3250点 深圳城指升39点,报10404点 护心300指数升14点,报3743点 至于创业板指数偏远,跌3点,报1686点 港股方面,势头明显向 先问Rafi 看到内地市做得这么好 是因为人行放水 再加上人民币对于美元的中间价 升了上来到9个月的高位 是否都因为这个因素 就是你很早港股冲上去破顶呢 今天都见到再创52周的高位 能不能够很乐观地看后市呢 当然暂时市底不断地说是强的 只不过是即时向上冲 还是稍微再回下才再上 这是大家要看的地方 所以你说特别是上星期见到九联星之后 上星期五就断了纜 那一刻大家都开始觉得 是否需要借势 可能先整固一下 然后再上呢 而不是刚才所说 可能看都不看回头 直飙上去呢 那一刻是有这样的想法的 但是对到今早回来 特别是上星期尾看到这样走法之外 更加连美股上星期五也是偏远一点 其实都曾经觉得今天回来 港股应该是再借势回一点点 或者再下下再上 但是结果你见到这一刻都收了试 那个升也是有个比较强的升势 虽然升的点数 没有说之前那些单日几百几百点上 但是都是升百几点左右 但是暂时我小时都是偏不错 一来就今天升百几点也好 最高又再破回52周 在近两年以来的一些高位 最高见过2682 那变上你如果这样再上的话 的确所谓反覆沉低的格局 应该就没太大改变 我觉得如果成交都仍然能够保持到这些位置 真的上面看回27000这些位置先 但是当然下面都是那一句 也不能忽洩突然间有些调整整股的可能性 所以下面就10千线26400 26500附近做回支持 当然今天升日才提到 成交是不错的 而另一边商最主要都是靠各别的一些大价股 譬如腾讯、友邦、吉利、银鱼 这些再推出上来 而且以实质的基本面来说 有个别不同的利好因素 特别是A股那边 即是内地那边 始终见到有些大价格回购 是扔出来的 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一点是为了 一个所谓到期资金做个抵消 或者做个对冲 但是你都很少可见到一天半天 内地扔那么多钱出来 这一刻都有些利好因素 特别见到今天内地的Shyber 都即时是有个回落的 这个都利好A股之外 都利好港股 而另一边商是人民币汇加 特别是中间价靠上少 或者过着百乎回暖 所以加加麻麻 都令到港股有些基本因素 就可以被保持的 所以以这样看 继续向上试一下 所以先提到一点 如果你是后市 있는데期前 我想呢 可能有机会试一下两万七 但是啊 或是即时短期再破 pregunt 我自己觉得就开始要 稍稍一点 反而真是看着下面 2万6500这些位置10天线左右 做一个大跌支持位先 好,暂时都是乐观点的 但是就开始要有点审慎点 要看那个市 你看到今天来说 成交比上个星期少了一点 今天全日成交去到791亿多 至于大市今天见过最高的位置 268882点 收报26846点 全日升140点 而国企指数就升33点 收报10820点 刚才Rafi有提及到今天升市的功臣 我们都见到腾讯非常之厉害 又再创上市的新高 最高见过是302.8 最终都收升近2% 报302.2 看回每人每人想 也都将目标价 调升到330日 敏田重新买入的评级 预计第二季的首后销售 按季又上升2.9 按年上升7.3 可以继续推动收入的增长 腾讯是不是真的都越升越有 331元这个位置 什么时候才到 其实这样说 你说大行 不断上升目标价 因为其实腾讯年初至今 不断上升 你说之前可能年初定的一些目标 或者到第二季定的目标 其实走着走着全部都升穿了 所以都迫着跟着一个上条目标的一个情况 所以最新看到330多元 算不算很意外呢 说真一句我觉得 未算特别夸张 因为其实现价都算300元 其实升回多一成 就已经到330元 其实又算不算很难呢 我觉得又未至于是 但是当然你说什么时候到得到呢 这个我觉得真的要看一下 可能短线一点看 看看之后的中期业绩因素 即是这一刻 要再令到腾讯再推上去的吹发劑 可能真的是这件事 如果一旦出来的中期业绩是更加对版的 例如先说到个别手入的业务 或者网络广告的手入的增长更加显著 再加上近年经常说的新业务 都有不错的增幅的话 可能真的再向上试一试 是不出奇的 但如果出来的业绩 不是说差 但是增长可能比预期稍为叫做讯息 一点点 那当然这小子要先整顧一下 先回一点 亦都不奇怪 所以我觉得暂时看法 当然不是说淡 但是只不过就先那么多 我觉得要起码有些新的吹发劑 才可以再推上去 所以暂时这样看 后市第一个吹发劑 当然看中期业绩 第二个就看下 可能之后业绩之后 会否出来讲下 就是那个愿民集团 分拆那个进程去到点 如果一旦都是快的 或者有个不错的估值 亦都是一样 可能对投资又有个带动 这些是要看的地方 反而我觉得 向上看多少呢 现在讲增长税不是一个重点 就是你的股顶是难估的 反而我觉得就看着什么的支持位 那下面来计 只要短线 不穿290元这位 10天线左右 其实我觉得问题不大 就是向上格局来说 都没有太大的改变 我说明白了 看着10天线 290元这个位置 就作为一个支持位 接着给你看看另一个 的版法 今天中资的汽车股 都做得非常之好 看到吉利 低开高走 最终都收升近6% 收报在18.62的位置 至于华晨 其实都有飙升过 1.8近1.4上来 最终就是 升幅收窄了 去到8% 报18.2的位置 两只股份都创了多年的高位 看看有些的报道 就说到欧洲车厂 就是 由1990年代起 就有个联合的垄断 所以 是不是都因为这个消息 刺激了上来呢 究竟可不可以刺激得久一点呢 看到另外 譬如长城汽车 其实都出了一些 中期的 业绩快捕 那个盈利 就有个大跌的情况 其实会不会 都可以预示 一些的 中资汽车股 未来都可能未必做得这么好 其实如果以汽车股的看法 我自己讲的 是一般般 但是 未来的势 其实我相信 还有条件 反复有向上 因为其实以 年初至今 所谓炒汽车股的 一些最主要因素 其实很多时候 大家 当然是要看它的业绩 或者是个别月份 公布出来 卖车的表现 但是除了这些因素之外 其实最主要不可以忽视 一点就是北水的威力 年初至今其实整体汽车股 很多东西都是靠北水推上来的 即是变相 因为始终本身 品牌的东西 落地人是熟 变相有个追捧性 所以如果以这一刻来计 后市再有什么升 真是反而看看 是不是北水继续 撑住 如果是北水继续追捧 那讲讲 基本面 反而的威力也没那么大 就是变相大家看的东西多些 变相这样走 是有条件法方向上 但是如果撇除北水因素 你问我自己来计 我觉得就汽车股 比较真是个别限 那你譬如可能 华晨 1114 我觉得看法上 可以继续乐观一点 因为特别在卖车方面 年初至今 特别是宝马方面的销程 出乎与期 是理想的 似乎我们的需求面 还是比较强 我觉得这些因素 对于华晨 有继续推动的情况 但是你说 刚才提到长城这些 说真的 我自己就 从基本面出发 我自己就比较一本半 虽然你看到 就今天公布完业绩快步之后 跌了下去 之后上回来 可能大家就是 看下 除了北水之外 可能看下 就是他公司自己说 就是因为这次业绩不好 可能之前有些 所谓遥红包 一些少许减价因素 但未来有些新车出 又觉得卖回不错 所以大家卖在这一边 但以我自己来看 就没错 你说你新车出 可能是会刺激到那些新车的销售 但对一旦说 你那时的旧车会怎么处理呢 是不是都需要继续 要减价买呢 那面上拉云来说最终 其实过量的空间 是否有提升呢 真是不知道 甚至乎之前都说过就是 SUV的行业 其实面对竞争很大 无论对外其他品牌 间间都在搞 对内自己其实都有不同系列 其实会互相 竞争意味呢 那面上我觉得前景来说 我自己这些就比较 审杀一点 算是如果基本面出发 我觉得就抹开一点 譬如有华晨这些 我觉得暂时还可以看好一点 但是譬如长期 吉利这些 始终估值又不是特别吸引 我觉得现在来说 这些就比较審審 好的明白了 都看到了 2333 今天本身也有个跌势 最终 是没有升跌的 布在10元04仙 可以留意 另外和你看看另一个板块 刚才你有提及到 今天升市 就是27号的银鱼 其实看到今天那些豪赌股 都是大幅都跑赢了大市 银鱼都曾经升近4%上来 说回来自瑞讯那份报告 看到他们就说 7月的赌收可能会好过预期 因为中场或者贵宾厅的业务表现 就是强劲的 增长可能是 增长预测大概是2.6到2.8 你又对于未来的赌收的情况 是不是那么有信心呢 近日 也见到过去几个星期 澳门都是采取禁止 使用微信去下注 和内地银链卡 会否都影响了你对他们的信心 当然一些政策上的风险 的确是豪赌行业会面对的情况 但是你说影响有多大 这个真的要看看 之后出的数据 究竟的变化是多少 但是暂时而计 始终你由宣布有这些政策走出来之下 其实各地的赌股 之前都股价是调整过反复过 我觉得都不少偷步反映了这些因素先 所以如果出来的数据 不算特别走样 其实到时候反过来 不出奇 甚至以这一刻来说 其实各地大家开始在估计 7月份 即是7月份的数据是怎样 今次暂时月期升两成 这个我自己的看法就比较乐观一点 因为其实前一个月 通常都跟大家说过 赌收那刻大家估计很漂亮 但是那一刻叫大家不要考虑豪股 因为 增长得那么多预期 最终出来不行 其实股价是会跌的 的确是这样走 但是以今次预期都是两成左右 相对增速是合理一点 没有之前三成多 四成这些夸张的表现 所以我觉得今次来说 叫它合理一点 现阶段其实豪都股都算是 一个比较合适一点 去选择的股份 再加上其实以6月份回来开始 澳门那边特别是 枪仔的清晰码头也有营运 看得到暂时的反应都不错 都挺旺人流 虽然说要预多时间去走 或者要去 上船那样东西 但起码吞吐量大了 都会有正面的推动 所以这样说 我觉得豪都股 反而这段时间 只要没有特别新的利胆因素 真的不妨可以稍微看好一点 特别是银鱼 以税都突破收窄的三国营 我觉得上面来说 都以之前的位 49.2 做短期目标价 今天银鱼收报在47.8的位置 都升近4% 大家都可以留意 今天的直播环节时间也都差不多 谢谢Rafi 刚刚的详细分析 和你做新报 刚才说的股份有哪个次有的 都没有 明白 今天的直播环节先来到这里